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一些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呢? 因為有些人終於認罪 經過求情之後 就應該很快要坐牢 正式要坐牢 是哪些人呢? 首先想跟大家說就是李卓人 李卓人終於向法庭認罪 並且在求情的時候 哭得好像劏豬一樣 他其實是真心哭 還是想做些什麼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說 第二個人比較重要的就是梁耀宗 梁耀宗有一些網友形容他的求情 表明自己是被迫梁為槍 究竟是為什麼他的求情 會被人說是迫梁為槍呢? 稍後會跟大家去副析一下 另外再看看這宗案件 到底發展成怎樣 他們什麼時候才會知道 他們要坐牢坐多久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紳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傳播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今天要說這宗案件 就是去年2020年6月4日的集會 當時有24個犯暴派人士被控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現在就有幾個人 有5個人 在開始之前 已經認罪了 包括李卓人 蔡耀昌 梁耀宗 梁錦威 胡志偉 他們在開庭之前就 算了 認罪了 他們在昨天的時候 在區域法院 正式進行認罪之後的求情 其中胡志偉、李卓人等等 說一些 綠色的事 又說堅持綠色 為了什麼無忘真相的事 又說 李卓人還說自己 一生無悔 到底說什麼呢 稍後會說 梁耀宗說 很慘 這件事是被迫的 並且 他是有 兩個前立法會和立法局主席 幫他 寫求情信 曾鈺成 和黃宏發 到底他的求情信 寫了什麼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 當然不僅僅胡志偉 首先我們說說這個李卓人 因為他有聲淚俱下 有聲 哭到湯豬 到底他說什麼呢 他這次沒有一些律師代表 他自己 讀陳情信 還有 訴到 哭 哭了幾次 然後 就開始讀了 首先這個李卓人 就是多謝政權的打壓集會 政權沒有打壓集會的 2020年6月4日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是新冠疫情嚴重的時間 黑暴尚未消失的時間 怎樣可以做到一些集會呢 英國那邊都是禁止集會的 即在疫情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叫做政權打壓呢 本來不是 他說 即現在說 香港人 仍然是 守著89年定下的一些弱頂 他有抑述在89年 在北京經歷六四事件的感受 大哥又說是求情信 做什麼 政治表態 我不知道他求情的 到底求不求得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先談談 他在這裏 抑述89年定下的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有一個人 籌了一千萬 又說拿回內地去給人士 但那些人士又說沒有收過 然後有一個人又說 被人家拿了那些錢 所以那些錢就不知所蹤了 那到底那些錢是否真的不知所蹤呢 如果有些人去藝術六四事件的時候 會否藝術這件事呢 這個人即是及後回到香港 一段日子之後 又買樓 生活是挺好 不錯 做這個議員那些等等 是吧 那究竟 即是藝術的東西 有沒有說過裡面的事情呢 當然沒有啦 不要玩啦 是不是呢 我不是說李卓人 你看我一直都沒有提過名字 是吧 沒有的 OK 那李卓人說些什麼 李卓人就說 悼念六四是他一生的激情所係 那 但問題是六四是否需要悼念呢 如果不需要悼念的話 你這一生人就可以不需要再有激情 那麼大年紀還有激情 你撐不撐得住 是不是 他亦都說在香港 維園的燭光就是 無望綠色的象徵 是記憶和遺忘的抗爭 究竟他 是不是在說求情信呢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還是想說 坐牢申請信呢 這些東西真的很難猜 他提到 警方在上個月 國際非暴力抗爭日的時候 那些 Twitter 表揚印度國父甘地的非暴力抗爭 並且截錄了一些名據 李卓人就反問 既然 警方肯定 金地的和平 非暴力抗爭 為什麼不尊重 香港人悼念六四和平集會的權利呢 都說 不是不讓你集會 疫情先結束 疫情結束你先說 好嗎 當然 他們是聽不入耳的 而且什麼都露屈 他見 時日過了 大家未 怎麼說 未必記得2020年的時候 有新冠疫情 他照樣吵下去 最後他就說他自己 一生無悔 又說他自己到了今時今日為止 他 坐牢 是明智 也只有如此 不知道這條罪可以最高判多久 判久一點 有多久得多久 坐牢是明智的 也只有如此 不如反正有這麼多條案件 揹在身 不如法官 他這個不是求情信 不如 應他所求 有這麼久就判他這麼久 彰顯 其實法庭也聽他們說話 OK 跟著 第二個要說 我很想關注一個人物 因為我看了 網上的 配圖 網上的配圖寫著 支聯會迫 梁維昌 吸引到 我關注梁耀宗 梁耀宗的代表律師 說涉案的集會 其實是沒有構成任何的混亂和暴力 梁耀宗的角色也相當之被動 大部分時間都是保持安靜 也沒有公開發言 梁耀宗到涉案的集會 曾經發表Facebook的貼文 從來都沒有鼓勵他人去到維園 反而教人家下載一些虛擬的蠟燭 律師說 正正顯示著梁耀宗 其實是著重著公眾的健康 辯方再提到 梁耀宗在2016年放棄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有字是當時議會充滿著對梁君彥的憤怒 要處理這件事非常複雜 出於尊重法治 不想利用任何職權 得到任何好處 所以放棄主持有關的會議 這些事件令到他被網絡欺凌了非常多年 亦令到他不再受到民主派支持者的歡迎 我又評價一下 既然你都知道不會再受到民主派支持者歡迎 那你又要走去這些集會 為甚麼呢 你就要學別人一樣 打一張卡 拿一部手機 然後 你喜歡用手機悼念也好 你喜歡用手機插香也好 你喜歡插香給你的手機也好 你就用了 為甚麼要走出來呢 走出來就是一個非法集結 當然 他也認罪了 2016年那次 他放棄了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那一次可能他自己也害怕 一會兒 因為他是一個老牌的立法會議員 可能他也知道如果玩大了 其實中央是可以出手罵他 所以他是自訂 才不玩得那麼盡 所以就把位置給 我們其他的立法會議員去做主持 他 其實是為了他自己 的一些前途所著想 大家看看DQ食人組 就是 郭家麒 郭榮鏗 梁繼昌等等 最終 你玩的 就被人DQ 尤其是郭榮鏗 而且 他是即時敗走香港 我相信 梁繼昌是知道一些效果 所以他才不做這些 辯方也提到 2019年7月1日 梁耀宗阻止 激進年輕的示威者 衝擊立法會 指梁耀宗 獲得前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和前立法局主席 王弘法等人 寫的求情信 其中 曾鈺成又贊揚 梁耀宗 在前年 2019年 7月1日 阻止 那班 犯暴怕 人士 衝擊立法會 兩個人也提到 梁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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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法會時 沒有做過破礙性行為 為人低調 在民主派中 獨立行事 不像其他泛暴派人士 不斷地取媒體關注 法官胡阿文也說 在片段中看到 梁耀宗 梁耀宗 好像不願意參與 辯方也說 因為梁耀宗 當日是以個人的名義去參與 不想被傳媒拍到 他也是拒絕發言 只不過 非常不情願地站在台上 當時被支聯會的義工和成員 推他和拖他 推他向前 拖行他向前 他當時是非常非常之不願意 當時也有前運房屋局長 張炳梁 為他求情 張炳梁說 相信梁耀宗 當時受到壓力 才出席 這是六四的集會 胡阿文問為甚麼 原來講講講講講到這些 原來走得很慢 在後面 原來他自己再解釋 是被支聯會的人 真的拖上前 這是被網民問 是否梁耀宗指控支聯會 迫梁為槍 我真的不知道 要他們自己才知道 其實大家可能都想清楚 梁耀宗的背景 其實在1996年的時候 在立法局的會議 1996年的時候是王弘法當主席 他是第一個 成為立法機關史上 被驅逐出場的 立法局議員 他說了甚麼呢 他在立法局的會議 用一句 臭鞏出臭草 諷刺主權移交之後 行政長官選舉 說得出這句說話的人 尤其是 梁耀宗等等 他可以這樣形容這件事 我相信 他自己深深感受得到 臭鞏出臭草 為什麼 你問回他 或者問回他的家人 你就會知道 到底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可能是 但這句形容詞 行政長官選舉 和臭鞏出臭草 有甚麼特別呢 我就不可以 不過 可能梁耀宗 深深感受到這句說話 可能他不可以 也不奇怪 我們又說說 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 叫做胡志偉 胡志偉求情的時候 就說 他當日沒有煽惑他人 聚責比較輕 希望大家 看到 希望法庭 可以換形 換形 勒上 辯方就說 胡志偉每年都會出席 集會 要提醒自己 無妄六四真相 這樣的話 是不是又在做一些政治的宣傳呢 然後 蔡耀昌 代表律師就說 這個蔡耀昌 出生於草根家庭 之力協助若勢扯群 六四發生了之後 他每年都是 悼念 亦都是他的任務 每年悼念成為他的任務 甚麼任務 誰給他的任務 美國還是英國 他沒有說 哪裏給他的任務 他亦都沒有說 你說完的話 可能可以轉為污點證人 指證某些人給你的任務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人給他的任務 他亦都要下定決心 要反抗中國的不公義 辯方強調 當日的集會 所造成的影響也非常少 蔡耀昌亦都是非領導 或者主動的角色 希望大家看到 亦都希望法庭可以換形處理 這樣 梁錦韋就是用一個 叫做 書面的個人背景層次 這樣就完了 OK 這個蔡耀昌 一開波他說 要下定決心反抗中國 不公義 那甚麼叫做中國不公義 還是中國本身是一個不公義 這些解讀要他自己才知道 是不是他立心 下定決心 一直都要反對中國 如果他定性了中國是不公義的話 那 我不知道 有很多東西解讀 可以是 不同的解讀 我有我的解讀 他可能有他的解讀 是吧 可能 寫的人無心 我聽出來覺得很有意 我沒有的 我這些唐邊殼 當然是 說了兩句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本身這一家案件 有26名被告 其中羅冠聰 張君楊已經走了 已經被法庭通緝了 另外 16名被告 早前應酌已判了刑 判了4個月至10個月不等 有黃之鋒 神武輝 袁家衛 梁海誠 何俊仁 陳浩媛 尹兆堅 張文光 郭永健 趙恩來 麥海華 梁國華 何秀蘭 梁國雄 朱海地 楊森 等等 而張文光 麥海華 梁國華 獲得 換刑處理 但是 還有幾個人不認罪 要繼續受審 就是何桂蘭 鄒幸彤 黎智英 死硬派 早前何桂蘭上庭時 跟鄒幸彤割蓄 沒辦法 有時這些要為自己的利益 或者為自己的前程著想 等等 到 核不用爆 未出核都已經要割 他們經常說核包都不割 現在不好意思 核都未見到 核心都未見到 就已經要割了 因為什麼叫核心 核心就說 35級民主派初選 即那些泛部派初選 非法初選 這些核心都未審 已經不斷割了 割到什麼時候才 即是 會停 大家可以慢慢留意一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